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后沿着公路直扑南宁 11月23日 日军在飞机的腰掩护下强度涌江 尽管中国军队奋起抵抗 打退了日军二十多次进攻 但中间双方实力悬殊 战斗到24日中国守军被迫撤退 日军就此占领南宁 南宁从清朝光绪年间开始 便是广西重要的交通收纽 1912年成为广西省府所在地 后来广西省府尽管又迁回桂林 但南宁作为交通收纽的地位 依然持续繁荣 在抗日战争前期 随着日军对中国海岸线的封锁 通过海上补给变得十分困难 南宁变成为了中国国际物资补给的重要枢纽 逼近南宁城下的日军三幕部队 南宁市区与厦门而同旧王剧团 出写在墙壁上的抗日标语 公路南宁的日军线 头部队在广西高等法院外墙上 写下了11月24日 时时二时分三幕部队心田 对占领公路南宁市区的日军日军 在南宁近郊 继续发动攻击 日军展示他们缴获的中国军队武器 日军在占领南宁以后 于11月29日上午时时 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入城仪式 来炫耀自己的武威 日军指挥官在部队的列队欢迎下 从南门进入 在南宁电话局前举行了阅兵式 参与侵战南宁的各部队 在军日升的半走下列队接受检阅 整个入城仪式直到11时30分钟才结束 返回邹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